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广场学生撤离 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冯崇德在6月3号晚上 6月4号凌晨他所看到和经历的故事 冯先生 冯崇德先生您好 石涛您好 很高兴您能接受我的采访 谢谢石涛 您后边有一张图 我知道是您自己非常喜欢的 您能跟朋友解释一下 这张图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吗 这张图就是整个八九学运和民运的发源地 叫北京大学的三角地 现在已经被中共给拆除了 北大已经见不到这个地方了 他们要消除所有的历史的痕迹 包括北大的三角地 在我们来看 北大的历史历次的学生运动 都是在三角地开始的 这个应该说是一个民主的胜利 我相信以后我们还是会 像恢复天安门民主大学那样 恢复北大的三角地这块地方 那这张图上面 它是一个同学用了床单 来写了几个英文的字 这几个英文的字 就是在美国的独立战争 和法国的这个大革命的时期 都用了的一句话 叫中文翻译过来 就是不自由物理史 这个非常好的代表了 整个八九年学生和民众的精神 我觉得八九民运的真正的精神 就是为国为民牺牲奉献 不自由物理史 谢谢 那因为六四马上就要到了 而我自己其实在当时的情况来讲 我可以说也在是 在现场的很多故事 我也经历过 但是我看过您的资料之后 我觉得您是最有资格 能够告诉每一个人 在您的身边 在您所经历的当时的过程当中 发生过什么 因为针对三十岁往下的很多人 可能这对于他们来讲 是一个真相是一个最关键的 第一个问题吧 我自己当时一直是在天安门广场 因为那个是指挥部所在的地方 也是最后我们坚持的阵地 但是实际上冲突最激烈 军队机枪坦克杀人最多的地方 并不是在天安门广场 而是离天安门广场 十几公里到几公里 一直到最后在天安门广场周围 包围的那种情况下 他们尤其是在西长安街 杀人很多 那么根据我们当时学生组织 几个学生组织 加上当时的中国红十字会 还有后来的很多外国的情报机构 几乎一致的调查的结果 就是有三千人左右的死亡 这个还主要是医院 可能是在民间甚至失踪的情况 可能还更多 那么我自己呢 6月3号晚上到六四凌晨 一直都在天安门广场上 最后的广播站 我是建在 是我来组建的 建在这个纪念碑的东南角 也是最后是我通过这个广播站 下令说那我们最后撤 我能够这样下令 是因为前面有两个铺垫 第一是有四位知识分子 何德建啊 刘晓波啊 他们已经在呼吁同学说 不要再流血了 我们应该撤 第二来说就是当时 我代表指挥部 我们组织了一个口头的投票 那这个投票 口头就根据喊声大小 就是说喊撤离还是喊留守 那我听了一下 我觉得是两边的声音差不多大 通过广播站来 来主持了这个投票 最后很快我就决定说 那我们还得要撤 当时是有好多心理上的考虑的 这个我现在先不细细说 然后我们撤下来的过后 从前门绕到就是 今天的那个音乐厅啊 那个那条路 新华北街吧 绕到这个六部口的时候 坦克其实内里的广场只有几百米 坦克就从天门广场这边冲了过来 那您说的这个位置就是方正双腿被压断的地方 是那个准确的时间是在凌晨六点二十分 因为这个是当时有一个法国的记者连续拍了好几张照片 这张照片我也在他们的新观察家杂志上找到 所以它上面标定了很清楚的时间 六点二十六点二十五六点二十二 他当时就拍到了方正的这个双腿被压烂了的这种情况 他靠在那个栏杆上有两位这个医护人员在救助他 那么就在那个栏杆旁边还有好多具已经被压烂了的尸体 倒在那个和那些自行车倒在一起 那这样的照片其实在当时的港台媒体和西方媒体的报道里面非常广泛 那么经过很长时间的收集 我收集了好十几张这样的照片 都放在这个六四档案网站上 所以这个是一个最令人发指的事情 就是我们在撤的过程当中 坦克是从后面冲上来压死了 按照当时我们指挥部得到的汇报是十一位同学 那么经过十几年的努力 天安门武亲丁子林教授 他找到有名有姓的是十四位还是十五位同学 所以这个是在六五口 当时我和指挥部我们是在队伍的靠前面的地方 您说靠前面的地方应该是队伍是从天安门广场向复兴门 向西单的方向撤退的过程当中 对它是这样我们是先往南走到这个从东南口出去的 所以到了前门 然后通过前门大街就又绕绕绕绕上北 所以那个叫新华北街 就是现在的那个 其实是对着浮游街的那个口 对那个上去就是和六五口交叉的地方 明白了 然后我们就经过这个长安街往西单方向走 当时在现场有多少学生 在凌晨将近五点钟的时候 我最后下令撤的时候 那个时候应该是有三千到五千同学 就是在纪念碑的周围 因为广场已经空了 我们是在之前两三点已经把所有的同学都耗着他们聚集到广场纪念碑 走回来 我也是在最后纪念碑上建立了一个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最后的这个广播站 快一点钟的时候天安门广场就开始被军队包围 那个装甲车啊 也就开到广场进来 到了两点半的时候 中共已经完成了这个对天安门广场的包围 而且他们用装甲车把那个民族旅程相就给推倒了 在大概两点半的时候 所以这个期间 我自己是赶紧把广场指挥部的财务部找同学跟着这个救护车 最后一辆救护车转移出广场 那这就是您当时的基本知道的 就是您自己所经历的这一段故事 对 我还想补充一点 我们从西单往北走 走到这个西市 在往西一点的时候 那个是在就是白塔市吧 对 白塔市的那个路口 我是看见了四具尸体 其实还有一具其实还在动 当时我以为是市民或者是学生 他们都穿着白衬衣 但是那个白衬衣又全部变黑了 就躺在十字路口中间 大马路中间 我还去找一辆拉着这个平板车的北京市民 我说你把这个平板车拿来把这四个人给抬到医院去 为什么不抬 我正在向这个市民要这个平板车的时候 大概二三十个北京市民 不知道从哪儿 本来都是街上完全是空的 不知道从哪儿就冒出来围着我 因为我走在那个学生队伍前面大概一两百米 我是跑到前面去探路去了 接着这些市民问着我就要打我 就要救我 他为什么呢 他说你们学生到现在还要敢去救这些没有良心的这个筷子手的话 就是士兵了 就是躺着四具尸体的其实是士兵 有一句还在抽策 还没有完全硬气 所以你看有一个很胖胖的这个四十岁的中年的 就北京那种大块人 北京人 对对对 北京人那种 拿着这种北京枪都跟我讲 所以你看就指着那个白打市的有个医务室 还是一个小医院诊所 他说你看那边穿白打过来进去 他们都不救这些人 为什么 因为他们头天晚上在这里杀了四十个人 这是他当时亲口跟我讲的 我觉得他说杀可能就是枪打扫下来 那受伤的可能也都算 但是至少表示就连在西市这附近 还不过是长安界上都是非常激烈的冲突 而且当时北京的老百姓真的恨死了 他们就是说连小日本都没有这样杀过这个北京城 中共这些所谓的子弟兵 他们这样来杀北京人 真的是天理不容 我明白了 那因为我们节目的时间的问题 所以我非常感谢您的这个接受采访 谢谢 我们看到了冯从德带着队伍撤离了广场 他特别描述了当时撤离广场的路线 他也特别提到了六部口这个地方 而六部口这个地方就是方正当时被压折双腿的地方 在下期节目当中将跟大家介绍我与方正的对话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